龙年,带大家穿越一世界,听听目尖连尊者降服龙王的故事。 各位大德大家好,时间很快又到年底了,明年是龙年,龙在东方是神圣的代表。 在佛陀的时代,许多佛典跟龙有着密切的关联,佛教认为龙是神灵之物,故又称为龙神。 佛陀曾说,有四世中不可思维,云和为四,众生不可思议,世界不可思议,龙国不可思议,佛国境界不可思议,龙就是不可思议的神秘生命形式之一。 今天就为大家说说跟龙王有关的,目尖连尊者降服龙王的佛典小故事。 当佛陀在祈述给孤独员的时候,有一天佛陀告诉比丘们说,你们应该在僻静处,如树下,山崖,岩洞,或是在草屋,石陀灵等地,摒弃外援,端正内心,修习净律,以求断除烦恼, 不要放异,以免事后忧悔。 比丘们听闻后,谨遵佛陀的教诲,便纷纷去到像是兰惹等各种地方修订。 兰惹是范语阿兰惹的略称,意义丛灵,最早指森林中的空地,或指寺院或空境闲境的地方, 现在为佛寺的同义词,当时有些得到世俗神通的比丘,就到了须弥山那里修行净律了。 须弥山为佛教,印度教宇宙论中,最高的神山是日月之所回伯,印度众神的居所。 当时有两条龙王住在须弥山,分别叫做南陀和幽波南陀, 各有八万四千猪龙以为眷属,这两条龙王即便是天敌金赤鸟王都无法损害他们。 他们的饮食就像天人一样的少庙供养,看起来福报非常的大。 这两条龙王由于自己的贪爱,用他们的身体把须弥山整整绕了七圈,占据住整座山。 心里想着,这些荣华享受,都是因为我以往积累的福报所带来的结果呀。 又因为出于极度心,每天会吐出三次毒气。 鸟兽闻到毒气都会异常的痛苦,甚至都会因此丧命。 而龙吐完毒气之后,便很快地睡了。 那些在须弥山上修习净律的比丘们,因为龙的毒气搞得皮肉变色,憔悴伟黄,痛苦不已。 在某次布萨诵戒的日子,布萨是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所亲自制定,唯一的公开忏悔仪式。 佛陀规定当佛弟子在梵戒之后,必须要透过发露,忏悔,才可以重新获得身心的清静。 布萨是在每个月的新月及满月时,佛教出家中会举行送菠萝提木叉戒的仪式,因此又被译为送戒,送戒日。 好像有点扯远了,让我们回到故事里面,在某一个布萨诵戒的日子,其他比丘们看到他们回来,询问后得知他们脸色异常枯黄的缘由后,便将此事禀告了佛陀。 佛陀便派遣大木尖连去降服这二大龙王。 大木尖连尊者接到佛陀指示后,随即入定展现神通,从世罗法城消失,马上又出现于须弥山上,尊者看到正在睡觉的龙王。 就试着在龙王的身上行走,但龙睡着没有感觉,于是又走到龙的头顶上,龙王还是没有察觉到,后来尊者索性进入龙的腹部。 在身体内部发出强大的雷霆声音,但龙王依然沉睡没有醒来,大木尖连尊者心想,能够降服龙的方式有两种,愤怒与恐惧。 但是如果激怒他的话,整个善不周都会受到震动,所以我现在应该让他恐惧。 于是尊者就划线出比这两条龙大了三倍的形体,然后绕着这两条龙整整七圈,龙王突然感到身体很沉重就醒了过来。 突然看到这么大的龙,惊恐万分,不知所措,便马上缩小形体,想要放弃宫殿逃窜到其他地方。 善不周为佛教传说中世界四大不周之一,包括东圣神州、西牛鹤州和北巨卢州。 善不周位于南方,也就是佛教观点中人类所居住的世界,是古印度文献中常用于描述大印度地区的名称。 这时尊者就恢复本来的样子,挡在两位龙王前面说,你们两位慌慌张张的有什么事吗? 龙王说有条大龙要杀害我们,抢夺我们的宫殿,所以我们要赶快逃命。 尊者说,我刚刚没有看到什么大龙呀,不信我们回去看看。 两位龙王与尊者回到龙宫,果然没看到什么大龙。 两位龙王终于安下心来,并询问尊者来此的目的。 尊者告诫龙王说,你们过去造作了下列的恶业,才堕落成畜生,承受这个果报。 现在你又生起猛烈的毒害心,杀害友情,没有悲悯心,死后除了地狱,就没有其他投生之处了呀。 又说,你们应该要皈依三宝,受持五戒,直到命中之前都不要再杀生。 饮酒,在须弥山上住了各种禽兽生命,要施语无畏,不要让他们惊恐啊。 龙王接受尊者的告诫,诚心发誓锦衣言教,并请尊者代为向佛陀表白说,希望佛陀您慈悲怜悯弟子们,让比丘。 比丘尼们在用斋后念诵咒怜时,帮我们回向,可以脱离畜圣道,往生善去当中。 大目间连尊者完成降伏龙王的任务后,便回来向世尊起白道。 弟子已经降伏了两位龙王,让他们受了三规,五戒,还让他们对于住在须弥山的友情发起了慈悲心。 他们两位托弟子顶礼世尊您的族下,并且要跟您说,不知道世尊您是否少病少脑,起居轻利,气力调和。 我们因为恶业堕落到畜生道中受种种苦难,请世尊能够慈悲救济我们。 世尊听后,赞叹龙王能对恶趣生起艳离心,就告诉比丘们在每次用完斋后, 念节斋迹时帮龙王回向。 回向,在大乘佛教中,通常只回转自己所修之功德于众生或法界。 助其早日成就佛道,是菩萨修行的一部分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关于龙王的小故事。 各位听了是不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? 在佛陀的那个年代,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世界似乎很不一样,感觉像是穿越到了异世界中。 就送给有福的观众,希望大家喜欢。 最后祝大家新的一年,分分秒秒都平安喜乐,谢谢观赏。 请不吝点赏。